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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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先介紹自己 我叫Sita 我是Parae 6 樓 泰國菜 今天來教大家吃點清咖哩 我心想大家也會試一下泰國清咖哩 其實很簡單 現在可以在家裡試一下 因為材料很容易賣 首先 教大家煮點清咖哩 清咖哩裡面的材料 裏面有些香辣 青辣椒 檸檬葉 藍薑 乾蔥肉 這個比較特別 我相信大家都很少看到 泰國叫做 炒皮檸檬 也是另外一種檸檬 不過我們煮點咖哩都很好吃 我們切過就切 然後煮點中一煮 用這個 如果大家家裡就不好 都不是合作 可以用一些冰拿 攪拌 攪拌到差不多這麼碎 不過這個泰國比較麻煩 可以賣一些 在一個店裡買一包飽的咖哩 紅咖哩 青咖哩 什麼都有 可以買一包試試 所以就是一個飯會 三、四個天 用日包都應該可以 首先介紹大家的材料 這些青咖哩裡面有 椰汁 最重要都是青咖哩 青咖哩糕 這個叫做泰國 茄子 這個特別一點 都很好吃 還有是很健康 吃多一點就會比較健康 對個胃 什麼都好 還有一些 像青椒 紅色 小小椰糖 檸檬葉 耳露 雞肉 還有 泰國 甘巴 如果用雞排 我覺得很好吃 健康一點 用雞烏肉也可以 或者雞菜也可以 雞翅也可以 或者整隻雞 斬碎碎也可以 可以 我們就開始了 想教教大家 怎樣炒一些 炒一些泰國青咖哩 今天我想健康一點 不加油 首先開炒一塊爐 因為食還是椰汁 椰汁都是那種油 炒 可以炒咖哩 不想用那麼多油 先燒熱鍋 燒熱鍋 對 椰汁 什麼品牌都可以用 或者自己 拿點椰汁水也可以 這也是椰汁 這個 就加一點水 對 或者大家喜歡濃的咖哩 都可以不用加水 我現在先開爐 開爐 對 接著 下這隻椰汁 它開始熱鍋 讓它多滾一會 其實很簡單 這隻青咖哩 先煮熱鍋 先煮熱鍋 對 大家看到 開始燻了 大家看到 我們今天放入 然後放一些青咖哩 在泰國店裡可以買一包 就差不多一份 好 炒 把咖哩和椰汁一起炒 炒得很香 這個就比較 慢一點 好少 煮熱鍋 大火 一大火就燒 對 炒得很香 大家聞到香味 好 開始聞到香味 沒有香味 要不要加香味 雞肉 雞肉 吃到差不多一塊肉 一塊肉 就吃到一塊肉 雞肉 先炒到咖哩 最后就比较健康一点 一起炒 炒至鸡与咖喱炒 等咖喱入面 炒熟 让鸡熟会炒熟 炒至鸡与咖喱太角茄子 我们通常都要这位置 切成这位置 通常比较 Husky 的话会一开始切 因为它就没有那么辣 刺在芥末的芥末就没有那么辣 我開始聞到這個味道 教大家看 這樣就叫做 沒那麼滷 沒那麼滷就更好吃 這個滑身很多 我自己也喜歡 這東西一起炒 雞生一粒一起炒 差不多多些雞肉 其實它沒有什麼一齊 最重要都是很短的 然後這個草尖椒 剛才介紹了 當時可以買的 接著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 我覺得 就是 再加進去 開始聞到 雞肉 可以加一些 剛才的椰汁加熟 直到雞 和咖哩裡面 差不多 如果大家設定 那些 泰國茄子 可以泡一泡水 因為它就 放了一陣子 就覺得 黑了 然後 放進去 咖哩那裡 煮好一陣子 讓雞 雞 和 茄子 熟 熟 現在聞到香味 再加一陣子 茄子熟 就可以加一些味 其實味道不用加什麼特別 我們用的材料和 乳酪二激 就夠味 不需要加一些 其他材料 粉了 小心 煮好 覺得茄子熟 不需要用 500g雞 用衣露 差不多 50g都差不多 其實試一試 味道 椰桃 泰國人也喜歡用椰桃 因為比較香 很多 用生糖 如果真的找到 都可以用生糖 少許 大家說不可以 加多糖 因為 如果你賣一包包的咖哩 那些咖哩包 就比較爽 不用加那麼多衣露 試一試味 不夠再加 現在已經入了 味道 就可以加 加紅尖椒 割得差不多 可以 加這個 泰式的金包 紫蘿蔔 可以先加 然後加入椰桃 河 然後加入椰桃 一起加 炒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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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椰桃 配合 這樣就差不多熟透了 其實這樣就很漂亮了 一邊塗了少許幼 看到一些青青的 不用需要 真的是很綠色 這樣的顏色也叫做漂亮 是不是很簡單 可以試一下 哎呀 搞定了 關火 好 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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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是不是很簡單呢? 這個叫泰國清潔你,大家都可以試一下,不太麻煩 還有材料切剝都可以在街市買,或者是泰國煮頭的 很香的,是,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或者自己試一試 今天就完成了,是這麼多 希望我們也做了其他集的師傅,可以看一看 教大家剪一下怎麼這麼簡單,剪一下食物 今天就完成了,拜拜